睡眠 咱们聊聊睡眠这个问题怎么样 因为什么呢 不光是说人上了睡时候睡不着 我现在发现呢 人类进入一种大失眠时代 现在有研究表明 人类进入一种大失眠时代 就是过去百年孤独的那个作者 叫什么来着 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曾经在小说里面写过 就说失眠是一种食疫病 当时他们那个 什么时代的瘟疫 食疫病 你记得他这个小说里面写的 马尔克斯多后来大家都睡不着 马尔克斯那个村里 所有人都失眠了 所有人都睡不着了 他不是写到这么一个情节吗 今天有这个睡眠组织的这个调查表明 我这个有点出乎意外 就是说能够完整的睡七八个小 就一觉睡到天亮的这个年轻人 好像是一成都不到 全世界范围 在中国这个范围调查了上万人 就是年轻人 就是说很少有说 睡到自然醒 一觉大天亮 一下子八九个小时 这样的人 在年轻人当中都是少数 可是问题是 也有很多学者指出 我们这种对于睡眠的观念 有一个执着的地方是错的 那个执着是什么 就是八小时 对 要睡足八小时 而且是必须一觉完整的睡 因为你仔细的去看 所有的哺乳类动物 都没有这么睡法的 就大部分动物是怎么睡呢 你养猫养狗就知道 他这时候睡一会 隔一会醒一醒 醒一会他再睡一会 再醒一醒 我们人类以前也是这么睡的 特别在农业时代之前 当我们是游猎生活的时候 我们的祖宗是怎么睡觉 他是因为后来你今天在澳大利亚 在南美洲部分游牧的 或者游猎的部族身上 你看到他们身体其实很好 他们也很健康 他们绝少睡到八小时 而且他们绝少完整睡下去 他们大部分情况是怎么睡 是打猎 这个犀牛还没来 太累了 先睡会吧 哥们 我们先睡 你等着 睡一个小时 犀牛来了 起来 打完了 回去 吃饱了 再睡 睡个两三个小时 那边有老虎来了 赶紧走 然后安全了吧 好 再睡两个小时 都是这么阶线性的睡 那个时候的人的寿命都不长 不 现在就发现这么种睡法 其实他们身体精力 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为什么呢 主要是睡眠素质 就所谓深度睡眠 你们的睡眠状况怎么样 你这个话题找他说是特别对 他那个节目 那个读书节目就被称为一个失眠者 在大街上抑郁 这是夸人的 夸人的 骂人的 夸人夸人 而且效果是跟我的节目一样 大家都说睡不着 一看就睡着了 对 没错 那跟海上花一样 我最近睡眠有点不太一样 我有一个 不 我有一个全新的一个时间表 我是什么呢 我现在晚上八点半差不多就睡了 因为我从小孩睡觉 然后我现在就发现 因为什么呢 我以前是一般等他们睡着以后 我自己干点什么事 但我发现那个时间其实是垃圾时间 其实你精力已经不太好了 就在网上就乱看什么的 我干脆我八点半睡了 我早上三点半起床了 那个时间都是我的 那个时间就是不会有人给你打电话 不会有人给你发短信 你不会有任何事情 我电脑都不开的 然后就完全是把电子东西 除了电灯以外 那些我都不用 就你看书也好 你干嘛也好 就很心安的 但就一出差又不行了 后来我最近看一本书 一个日本人 他是一个乳癌的一个医生什么的 他的 我看他那本书的原因 一般我很少买这种立志书 但他第一句话我就吸引我 他说我叫谁谁谁 是这个日本什么什么的医生 我九点睡觉三点起床 我说这不就是我吗 然后他说你不能太早起床 因为零点到三点钟 是你的肝脏要去休息 中医也是这么讲 三点以后 他说那个时间 这段时间都一直不睡 你不行 所以那个你三四点钟 然后到你早上 你想你八九点钟 大家都请来之间 这段时间都是你的 对 徐老师呢 徐老师都在看球赛 对 这个欧冠都是两点四十五分的 我跟他正好反一反 就我是三点多钟睡的 基本上是三点多钟睡的 要是没有特别的事 我可以睡到九点十点这样 要是有事就没办法 但是不会连续睡 中间就会起来 人家我发微博 我们的小朋友们的粉丝们 就会说你还没睡 你这是没睡 还是已经睡醒了 就这样 你不会起来去看评论吧 不是 我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原则 就是我忘了谁 那个梁熙华吧 就是我们原来的 岭南的一个院长 写过一篇散文 就叫不跟食人争夺 他的意思就是说 香港这么贵 这个地方这么贵 所以他们就躲在星界 不到你中环去 这是一种 我不跟你最贵的人 最贵的这个地方争夺 第二 时间我也不跟你们争 你们从早上八九点 到下午五六点或者九十点 你们这么喧嚣的这个时间 我让开 我用半夜的时间 半夜的时间做功课是最好的 所以我也是这样 我不跟你们争 我用欧洲时间 其实我觉得都挺羡慕你们仨的 你们不管怎么说 好像你们仨都还睡得着 要睡就睡得着 这种无耻 断断续续 这种在我看来 断断续续 这是无耻的 我睡不醒 从来不会睡不着 对 你们就是心理健康 你们不知道就睡不着 我跟睡眠已经挣扎了很多年了 但是我现在达到了一种境界 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看我试过很多办法 当然最初级的就是数多少只羊 我数一万只我也睡不着 然后 我还不知道 后来医生就说喝一杯红酒 喝一杯 不然不是喝一瓶了吗 最后我就崩溃了 我就跟你们说过 就是说你问题 这个我觉得是个不归路 你知道吗 你今天喝一杯睡着了 明天就得喝两杯 很快 最后变成上酒饮 我长达去年一年的时间 为什么已经到达影响工作了 就是说我一天晚上喝一瓶 每次是昏睡过去的 就强行把自己纳入 这种睡眠数值是很差的 所以我就把这个给戒了 戒了之后 我今年我认为我找到了方向 找到了这个方向什么 就是我发现现代社会 为什么失眠问题很严重 因为要上班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之所以你觉得失眠 是因为你早上八点多 你起来上班 很多人是这个吗 我只要第二天早上有课 晚上就睡不好了 对 假如你不生活 你工作不规律 不是是自由上班者 到最后你有什么 睡着睡不着的 反正你不能一直睁着眼 现在对于睡眠有一个定义 真的现在 所以文道有知识 你知道吗 就是现在专业的睡眠问题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人类一定要睡八个小时 这都是不科学的 就是说所谓睡眠症 你的失眠症 你达到失眠病态的失眠 叫什么呢 叫你因为睡眠不足 而感到痛苦 而直接影响到了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你认为它影响到了你 破坏到了你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这个是诊断的一个重要标准 也就是说呀 睡眠这件事呢 它是法无定法的 对 说拿破仑睡四个小时 您睡 您不管睡多少小时 您不管什么时候睡 只要你觉得你能正常工作 你第二天你能 你能 你清醒 就是说 很多时候失眠呢 是因为关于失眠的焦虑 是你的这个焦虑 你有很多观念 你觉得我怎么睡不了八小时 我怎么睡不了八小时 我有很多焦虑 我当我不管它 我想头一天晚上 我一会儿醒 醒过来就醒过来看书 看书又困了 就又睡过去 到第二天呢 我就发现这个心魔呀 它好像在调戏你 你不理它呀 你反倒睡着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跟你说一个 可能让你更忧郁的 你知道有一个 那个是赫芬敦邮报的 那个女创始人嘛 就是哈菲娟 去年她就辞职了嘛 对 她就是改去 就她后来去辞职 她写了本书叫睡眠革命 她现在不做那个记者了 她就是改做人的 就大宝金一类的东西 那个马云还去投资了 她写了一本这个睡眠革命 她就是说大部分人 都有睡眠剥夺症 就是我们的睡眠被剥夺 她觉得四个小时 还是不太够的 她就举了一例子说 她有一天她跟一个人 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 在吃饭 就很年轻的一个人 那个人夸口说 你看我前天晚上 才睡了四个小时 我今天经历那么好 她说我心里在想说 如果你睡五个小时 我们这顿的晚餐 会更有趣一些 她就觉得说 你还是没睡好 她诊断特朗普 她说特朗普就是 典型的睡眠剥夺症 因为特朗普说 她自己就睡三四个小时 就狂躁 她说她那个典型的 睡眠被剥夺症 然后所以她提了口号 她就说 我是近年 我就老觉得我易怒 我以为是更年期了 你是像川普方向发展 你就是没睡好 主持人嘛 主持人从政嘛 她就说 很多的大学里面的年轻人 她觉得你们就是睡得少 说你们不要考虑 毕业的时候 能够找一份什么工作 你先把觉睡好 这个是最重要 她建议幼儿园 要推迟去开课 就说不要早上八点钟 就让大家去上学 然后她提个口号 她就说就有一次她跟一帮 就是成功女性 她说你们又经商 然后又当妈 你们都是睡眠被剥夺 她说我要提口号 她说叫 是sleep your way to the top 就说 她就说叫一路睡上去 这个话是有奇异的 你知道吗 她说跟女的说 你要一路睡上 但我是说的字面含义 真的叫睡 说的是真的睡 不是一路跟人睡上去 对你睡好了 睡好了一定能上去 因为我是也是一个长期 不会睡到六小时的人 通常四五个小时 而且几十年都这样 你去梦游吗 对 在街上梦游 时间呢 就睡四五个钟头吧 我大概跟你差不多 因为我也听过刚才 一人讲这种讲法 我有一些朋友就这样 晚上九点多之前就要睡 然后第二天早上三点来钟 就醒来 然后他们形容 你们这种人形容的生活 是十分玫瑰色的 我早上起来天刚亮 然后我那个朋友说 我天天在跑步机上 一边看新闻 一边看日处 然后跑半小时运动很好了 洗个澡 回来工作 世人皆醉我都洗 对 然后大家都还没起来干活 他还要写专栏的 我已经把 我六点钟就把一天上午的 专栏写完了 然后九点钟 大家还没上班之前 我公司的事用那三小时 精力很好的时候解决了 接下来这天干啥好 就回去跟同事吃吃早餐 怎么样 就这样 听起来很美好对不对 我试过一段想这样的 我结果发现不行 我搞到怎么样 我还是像你说这个情况 而且我是适应不了时差那种 不是 就时差对我没影响 我就算今天忽然飞到北美洲 那照理讲该倒过来对吧 12小时 我到了那之后还是 还是坐那里的三点之位 对 后来我终于我发现一本书 可以让我们释然 我找到一本书 它就解释 没办法 这是一种生理式 这种生理式是基因选择的 就叶猫子这回事 是天然的 我跟文道是同志 对 我们是同志 这是没办法的 我最甜美的睡眠 就是那种倒时差的那种睡眠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飞到伦敦 一般到下午4点多我就困了 然后勉强熬到吃晚饭 你知道那种就是完全 我面对着文道就在交谈 哪怕是谈很重要的事情 他都能看见我 赶快回去 一觉大家睡时 但你这个太悲哀了 你想想看 你不是喝酒睡觉 就是要倒时差睡觉 你这个简直是不经一番寒厕骨 哪得梅花扑鼻香的状态 所以你知道吧 你有什么才能 我都不佩服你 你们刚才说的都有个假定 就是想睡的时候能睡得着 在我心里 这种人都是非胜即先 没有 一般人都行 我们做记者的 你知道我坐车马上能睡 在那马上能睡 这种我跟你说心里 心里极其健康 我跟你说比如谁心里健康 曾志伟心里健康 上次有一回曾志伟和成龙 到我们那做节目 我就听成龙说曾志伟 说曾志伟 那个就是那个时候大陆的水灾 他是演艺人协会主席 发动香港演艺人 你说咱们这次演艺人捐款 怎么曾志伟做主席台 就召集会议 说大家出出主意 一军你先说他一军说曾志伟就这样 嗯 平平点头 他闻到说嗯 平平点头 过了一会他不说话了 他说他睡着了 睡着了曾志伟 我们这也是心里健康 我们这边以前有个教授 就开会的时候 就这样嘣嘣 什么都清楚 你后来问什么决议 谁 体名 他马上全知道了 但是他就边睡 声音全发出来了 我知道了 那是一种病 那是一种那种叫 我认识一个朋友也是这样 他你长期觉得他在打瞌睡 其实他不是 他其实又是有点睡着了 那叫什么病 我们反正觉得他是睡着了 但是他重要的事情 有种病 不过听你们这样讲了 我发现我人生的 有几个重要的选择 都是由睡觉决定的 我现在突然想起 我以前没想这个问题 这意思是该不该跟这个人睡 不是 那也是一路睡着了 不是跟谁睡的 他没说错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也不是在上面在下面的问题 我们全人类都是睡觉决定的 就没有做对 那您说您说 一个就是我当初立志 将来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是马丁伊登 就是杰克伦敦的小说 他里面这个人 小说里面说 他写小说的时候 一天睡三个小时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立志的时候 逼着睡三小时 对 一天就睡三个小时 我觉得这样才能做到一个天才 当然没坚持多久 就不行了 第二 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 我有几个选择 文汇报做记者 上有文艺出版社做编写 那个丁锦涛社长请我去 将来要变小说界 第三个就留在大学做助教 我选第三个 原因很简单 可以睡懒觉 真的就是这么决定的 梁宇春有篇散文叫 春朝一刻值千金 春宵 他不是春宵 他叫春朝 哪个朝 早上 春朝 春朝一刻值千金 他就是宣扬睡懒觉的好处 他说他最享受的就是醒了 不起来 然后就是你脑子里随便乱想 他说这是艺术的生活方式 他说本来你一天做的事情 是很机械的 因为你睡了懒觉以后 你下午就很赶 那事情就变得有意义了 他说你早早的做完了 像你们刚才讲的 这个事情很早做完了 他说那多无聊的 他说那这样就是 就非常专门有篇散文 所以你讲的这个 其实是有点饱汗不吃恶汗鸡 你要今天更大多数的年轻人 他们的问题是闹钟也换不醒 一颗沉睡的心 是吧 闹钟也换不醒我沉睡的心 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因为睡前 看这个电子东西太多了 有的时候会有特别大的干扰 完全有影响 中毒的 这种蓝屏 这现在这个 现在已经有确实的研究 就是临睡前看这个东西 是睡不好 不要看手机 不是 直接影响你这个退黑素 直接刺激你退黑素的这个 什么叫退黑素 退黑素是一种专门让你睡觉的 就你没吃过那个药 控制你生物的时钟 导致生物时钟 我吃过这个药 导时差就是靠这个 我有一次 我就是因为在上夜班 我吃了一颗 他们说有两种 一个分量大 一个分量小 选了分量小的 可能我拿出来怎么着 我睡了13个小时 那天晚上本来我上夜班的 同事所有人给我打电话 我完全没有听见 我醒来我的手机上 无数个人接电话 但那一觉就是我睡的这辈子 最香的13个小时 那个退黑素 我跟你说对我根本都没用 我这吃一瓶我也不用 那我认为那都是假的 我认为那都是假的 我但是我曾经吃过安眠药 我曾经吃过安眠药 我就是跟你讲过 就是说睡眠 为什么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有一种解释 就是说你的大脑 你觉不觉得大脑就发热 乌乌突突的 我一直记得在童年的时候 我的后脑感觉是清凉的 你看佛家讲得清凉 像抹的清凉油一样 脚要热 头要凉 对了 然后呢 你看吃这个安眠药 平常生活里都没有感觉 都没问题 甚至你看我听说像葛优 他们也是吃安眠药 你看这证明表演 第二天演戏也不受影响 但是我发现主持 这种需要快速应对的东西 我的感觉非常明显 就是我宁愿失眠 我第二天不下不能吃安眠药 因为我当时吃安眠药那个感觉 就是怎么办 我没吃安眠药的话 你说一句话 是吧 我三句话在这等着你呢 我要吃了安眠药 你说三句话 我一句话都反应不过来 就是这个速度 这个感觉很明显 我自己比较年轻的时候 和现在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现在主要的写作的时间 就是12点到3点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效率最高 但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效率最高就是早上醒了以后 赖在床上的时候 就是看着天花板的裂缝 把一天要写的文章都想好了 起来只要写就可以了 就是早上我觉得人生 要早起要上班 赚多少钱我都不敢 其实这就是个闲子 你说出了今天千万年轻人的心声 但是这个问题 应该调整办公时间 我这个作为社会建议 我觉得只要他们允许 不要炒股票或之类的话 把办公时间做成弹性 让一部分人12点上班 8点下班 交通可以解决 对不对 噪音可以改变 生活方式有很大 整个城市的拥挤程度也会 饭店的销量也会好 所以文道 你作为这个青年导师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解呢 就是你看啊 我们在网上都能看到啊 我觉得这事真没办法 就是咱们第一季的圆周派 我还聊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想工作怎么破 就是很多年轻人 包括咱们族里的 就是90后的 不想工作 后来陈澹青说的好 他说啊 不是不想工作 是不想上班 对 我现在真的发现周围很多年轻人 而且不想这个时间上班 太讨厌上班 工作是喜欢的 工作可以自己 比如在写 自己写自己想写的东西 不也是工作吗 但是我发现那么多的孩子 他不喜欢上班 你觉得这 所有不喜欢上班 可以更精确的讲 是不喜欢在上班那种组织化的环境底下生活 是不喜欢那种组织环境里面的人事关系 而且是那种组织化的时间表 对 是不喜欢那个 就因为你想想看 我也见过现在一些年轻人 他们合伙开那种小公司 创新公司或怎么样 不是有那种共享的写字楼或什么 我觉得他们挺爱上班的 为什么呢 因为 他做自己的事情 他们那些火年轻人 他们是人人平等的 然后是一群哥们 然后一边上班 你就觉得每天都觉得是 像我儿一样 很有意义 那个联合国有 他们有一些就是 就做人事的 我听他们讲 说现在他们其实招人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就跟以前很不一样 对于就是上班这个事情 说现在这些 他们叫迁徙一代 对 这个millionaire 他们的迁徙一代 他们就是完全不在乎上班时间 这对他们来说是 一个框架 他们不能去接受的 还有他们不在乎 我今天没有了这个工作 马上可以换 他没有这种忠诚感 其实你说上班朝九晚五 是有一个 我对这个工作的 好像对老板 或者说对这份事情的 一种忠诚 就是说你花钱买 我这个时候就累来 我所有的这段时间就是你的 就是卖身了 就是卖身 他们是特别反这个概念 就是说现实一点 就是有些公司要是能够 就让人家12点上班 8点下班 我觉得假如他不影响 他的整个业务的话 讲个最现实一点 很多人住在五环外 早上那个等巴士 爸爸妈妈在帮他们占位置 冰天雪地的车子 7点多的车子 爸爸妈妈五六点来站在那里 让小孩多睡两小时 多睡两小时 多睡一个小时 然后小孩赶来 爸爸妈妈抢的位置上去 赶到城里 那个公司里可能 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是这个打卡规矩 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 你说这个 荒唐吗 现在我觉得有的公司 我就觉得 打死我 也不能到那儿去工作 就是他那种叫军事化管理 甚至老板还以此为自豪 就是说打卡 对 那有的人也挺冤的 直到一两分钟 就是直到一两分钟 当夜奖金就扣了 而且有的人是什么 半夜想起来 今天忘了打卡 穿着个睡衣 就跑回公司去打卡 你这坐在那里的人 都在偷时间 对 他来了以后 他在偷时间 他们上网 什么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你何必呢 你把一个社会做成这么 这是现代化 现代性的弊病 各不得创业的人那么多 创业就是你自己 不用伤害 他想要自由 想要自由 所以你就想起 扎克伯格他们那种公司 所以你知道 我想起什么 就央视这个新大楼 这个不是是谁设计的吗 库哈兹 库哈兹设计的吗 我曾经到他们那干过活 我发现真是很有意思 这是两种观念 实际上 这个央视的一些同事跟我说 说他也不大好用 为什么呢 没几间办公室 就是那个大楼 不用空间多 它是这么大宽的走廊 只有中心这个地方 有一块可以变成房子的 这个办公室的地方 可以变成康房 都是那个大空白的 是吗 后来我跟我合作 那个节目组就是说 咱们中国人的公司 就是要围起来 开点小会 不能让别人知道 说他这个房子太小 你看他是个什么观念呢 就是可能在 库哈兹的想象里 就是当现代的 就是或者未来的年轻人工作 尤其是媒体工作 尤其是媒体工作 那都是随地做一地 在地毯上 可能就在一个大厅一样的 互相交流 拿这个笔记本电脑 你看 他设想的可能是那样一种办公环境 所以就是说 现在这种上班的压力 包括这种工作的这种压力 也是 而且中国现在竞争啊 过去咱们认为中国好像挺低效率 其实我现在真的感觉 至少我生活的北上广 很多公司 我认为这个效率比西方还高 当然 高的有点受不了了 你记得我就说那个送快递的那个小哥 哎呦为了说让我 他很惨的 给他按个赞 他都能哭 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 那你说这压力是够睡不着的 然后我觉得睡 光是睡不着还好 就是压力再大过头的时候 就开始出种种毛病 你不觉得吗 很多人情绪都不太好 对 易怒 易怒 跟失眠有关系吗 我觉得当然有关系 你不觉得中国很暴躁吗 一般而言 你比如说我们老出国的 你很少听到别的国家 比如说机场里面 航班误点要打架的 就让中国老打架 就没有一言不合就吵 就很奇怪 非我就抱脾气 那个不过关于睡眠 我还是有个最基本的问题 我都没到现在还没想清楚 因为我听到一个说法 我认识一个人说不要多睡 你去世以后一直可以睡 对这也是 你活的时间能有多少呢 对不对 你将来有的睡了 所以你只要minimum 就是说怎么够了就行 这是一种观念 另外一个就是 我很多网友整天给我发的那种 半夜养肝 对不对 你的身体不好 所以要保证睡眠 对身体有好处 只有保证了睡眠 你其他的时间才能好好工作 这是两种不同的睡眠观 你们觉得哪个有道理 我到现在都拿不定主意 他不科学的肯定是没道理的 因为我看过这个科学论文 就现在知道睡眠对我们 为什么你睡好了觉得神清气爽 因为在睡眠的时候 你的大脑里在发生一件事情 类似于电脑的清零 对 你看电脑里你有很多垃圾达蛙的数据 时间长了 电脑的速度就慢了 于是你需要找个清理大师 哗把那些多余的 但我平民在做梦了 那清零也清零 那也是在进行这个过程 只要你睡着了 你的大脑里的生化反应 其实就是在去除这些 所谓垃圾数据 垃圾数据 然后呢 让你像这个脑子是不是感觉有点水洗了 所以你不想睡 你也不行 要不然你就成街上的暴躁一怒 为什么人家说女的 说那个一孕傻三年呢 就睡不好吗 哦是这个原因啊 傻就是因为你睡不好 因为你刚生完 要去照顾小孩什么的 对吧 就是很零碎的睡 我的感受特别深 如果我前一天晚上我睡的比较少 或者是那个出差要赶早班机 然后我以前我们就做节目的时候 我觉得我人名地名就想不起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在里面在搜索一个东西 它转不起来 就像你上网一样 那个网络转不起来 它搜不出来 还有一个呢 努力家在宗 对对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 还是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吃点甜的东西 因为只有糖分是可以穿透到大脑里面去的 你可能那时候吃点甜的会有点帮助 哎呦 你真是解答了我的问题 就是说我过去啊 老因为怕受女性不满嘛 我不敢说 但是我这的确是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一孕傻三年 就是我这 我就 我就联系傻了很多年 对 为什么 这话女的能说男的不能 是吗 就是不是到后来呢 咱们那个扎建英老师也给我解释过一次 就说说我们为什么傻了呢 就是 因为这确实我不能说假话 我怎么看着很多女的事一怀孕呢 跟我说话有点失神 就眼神有点找不着焦距 那么即便我跟你说即便是生了孩子 第一年她回来工作 我都发现这个女主持啊 怎么比以前反应慢一截啊 人家现在鼓碍了吗 大傻乎乎的一种状态 晚上起床换尿布 对 后来我就知道了 就是说她啊 不要说怀着孕这么一个负担 生了孩子的第一年 哎呦 那可悲惨 妈妈是没得觉睡的 没得觉睡的 因为半夜还要喂一次奶 是吧 对 然后小孩子会哭嘛 因为小孩那时候不能睡诊觉 你当然也睡不了 真是 就是所以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扎建英老师的解释说 说你不能怪我们 就为什么呢 你想想 他说文涛 你整天跟一个三岁小孩 不让你跟成年社会接触 你就整天跟一个三岁小孩 通常还一岁 或者相当于三岁小孩智商的一个人 你跟他 一天社会交流 天天交流 共处一年 你是不是会变得跟他一样 就是 他说这小孩 妈妈就是这样啊 妈妈就是晚上要跟他 读这些个弱智的 也不是叫弱智 就是有一个 低子 低子式的 跟他说些娃娃话 说娃娃话 有一个大白兔 还有一个大灰狼 他说我这样的生活过一年 你说 他别再做节目的 跟你说 你看大白兔来咯 那就已经很万幸了 所以为什么女人 我们还应该就是 不仅要男女平等 甚至应该女尊男辈 我认为 真的是 男人就应该轮流去照顾小孩 如果生孩子 很多国家现在有这种 大灰狼 应该男的去讲 但是你要在大灰狼的故事中 发现小孩子的智慧 会被点到的 我有一次跟我女儿去爬山 我跟她说 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啊 我想跟她说 风声水声啊 鸟的声 她跟我来一句 我听到了云的声音 我就想说 这个你也在当中学点东西了 是吧 对 有文学基因 所以你看 我看见的那种 就像闻到这种 就是说 像我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说 就像袁周佩 你们先聊会儿 我睡一会儿 好 他躺下就找 我有朋友就这样 睡15分钟 说15分钟之后 咱们出发 你们先说话 我有点困 睡15分钟 呼噜都起来 这种人我经常发现 他有一颗童心 他尽管五六十岁 你看他跟小孩一样 孩子不得了 对 不过 但这种短暂睡眠 很有效的 对 你白天 对 比方我上课完了 这个中间 两门课之间 有半个小时 我可以在办公室里睡着 第二节课的学生 来敲门 让我去手捅了 对吧 你没办法累死 人家都说要睡一觉 重要协议之前 对 做重大决定 重要协议之前 要睡个午觉 或者是短暂的睡一觉 你中间哪怕睡着的时候 只有5分钟 你余下来的10个小时 你就经历好很多 就是你看 所以我说 你们都是有境界的人 还有一位老人 咱们都很尊重的 王蒙老爷子 王蒙老先生 他也是要睡午觉的 对吧 然后我说 你怎么就能睡得着呢 他说他有的时候 也睡不着 对吧 然后我发现 王蒙老师对我很有人生导师的感觉 有时候经常指出我一些问题 老庄哲学 经常指出我一些问题 他说 他说你 你就是太灵了 他说你应该顿一点 你应该顿一点 就是说 就是说那聪明反备 聪明物 很多时候这个人 你神经衰弱 是因为你神经太敏感了 现在不是有一种生活 有一种叫顿感力 顿感是有福的 你有的时候并不见得是灵敏才有福 对 他就他就像王蒙老师就是说 说你说你可以顿一点 很多时候不要反应那么快 对吧 不要那么灵 古代的诗论讲的就是 以朴不以巧 朴 但须大巧之朴 就是灵了以后 显出来的朴 对 卓和朴就不要什么事 就显着你机灵 你聪明 最后派子的往往是这种 你这种人 然后他就讲了一个 我觉得是一种人生境界 有一次我们一起做一节目 他说回家睡一午觉 我说我这种灵敲碎打的根本没法睡 我都没法睡 他就王蒙老师跟我说一通 把我给 把我说我对他很崇拜 他说 他说你睡不着 你躺在床上 你躺在床上 你得那么想 就说你实际上睡着了 你睡着了你知道吗 你以为你没睡着 那是你做梦 床子 他说他有的时候 床子 这就是标准的床子 他说他有的时候睡不着觉 他说我失眠 他说我照样躺床上 他说我就这么想 实际你以为你还清醒呢 那恰恰说明你睡得太深了 装作梦蝶了这真是 蝴蝶在梦看你啊 甚至说咱们再推而广之 咱们再推而广之讲一步 这个人生就是一场大梦 你从来就没醒过来 你还什么失眠 你根本就没醒过来 你做梦呢你失眠 你听完是睡着了 还是又睡不着了 你听完他这么说 是睡着了 还是又睡不着了 我听完了胸怀大唱 当即我也躺床睡午觉去了 我就啥去了 睡着了 我真是觉得就是说 更加焦虑了 就叫梦里就想起你们佛教一句话 就梦里明明有六趣啊 醒来绝后五大千 就是梦里啊 明明都是有徐子东 有人鬼畜生这些 明明都是真的 但是一觉醒来才发现 什么都没有 就是他就 这样看待人生的终点呢 倒也挺鸡鸡的 那个人生如梦嘛 那终点就是醒来了嘛 醒来了就什么都没了 你翻回头来说 他就是说啊 我现在越来越发现 失眠也好 很多人忧郁症啊 或者什么 当然专业的意见 你应该去找专业的医生 但是我也有一个业余的看法 很多都跟对焦虑的恐惧有关 就是你看我经常说 我说不管碰见什么事 做你该做的事 但是不必为此焦虑 让你睡不着的 都是因为就是你老在这这么焦虑 就是要早起 我现在的半夜睡不着 我就起来看书嘛 我本来第二天看的书 我就半夜看 对不对 看到自己受不了再解决 那就不怕了 那你的学生们将来毕业了 人家八点要上班了 该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这是个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社会 应该调整上班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心理上 我们心理上 你也要自己调理 但是社会 我觉得这个调理 不是北京折叠吗 我觉得它虽然是一个科幻小说 但是在时间上 把整个社会折叠一部分是好的 那文道你说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大部分人毕竟还是要朝九晚五 我觉得其实用我们学佛 那你能不能够就是 所谓失眠问题 在我看来就是 每次失眠就是因为你心力 很不集中在睡觉上 你是很努力 集中睡觉 不是努力睡觉 就是你没办法很舒适的 就让自己说 好我现在睡就好好睡 大部分失眠的时候 都是东想西想 就念不定 就如果一个学佛的人 我们讲这个念 要正念就是我现在念是定的 我在喝茶我就喝茶 我在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人之所以失眠 就跟我接触很多人今天要学佛 学禅修有困难 理由是一样的 就今天大部分心是不太容易定的 心之所以不容易定 跟你们刚才讲用手机有关 但不是因为那个蓝屏 而是因为我算还好吧 就是因为我不太用社交工具 你如果老开着微信 不是老看要刷屏 要看看朋友圈怎么样 人家给你发什么 所以你长期处在一种 我或者等待讯息 或者要发讯息的状态 你的东西都不由自主的 你不太容易定 我还有个技术方法 就是看一些比较难的书 就是那个书断去的宽 然后你看到你累了那就睡 抓紧这个时间就说睡了 以后还可以看一千零一夜 也很容易睡 圆桌派 但是我觉得文道他是个这样的 就是你看他为什么他能睡着 按说他也有很多压力 我注意到他有时候讲一点 跟我就不一样 我这个人是会后悔的 他不后悔 比如说他说我决定往左边走 哪怕后来发现错了 我也就错就错下去吧 他这样的人 没有什么对错 你没办法出去了 你就就是你的对了 对不对 就还是事不够多 有时候我觉得事多了 你就不会后悔了 其实就你想的事 真的很多很多 或者经历的挫折太多了以后 你就不会去想了 你就这样吧 因为还有下一件事 而且后悔也没用 他说的也对 后悔没有用 所以啊 这是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连 文道你觉得我这个身材 方舟 在电视上看 在视频上看 是不是看着还算正常 完美 就不知道 我就是一个跟我的肥胖基因 一直在进行顽强斗争 而且在失败中求胜利的这么一个人 你是没见过我不在视频上 我这么跟你说文道 我给你捅破这个明星的秘密 我在香港大街上曾经碰见过 当然我绝不能说名字 大家都无比崇拜的一个男明星 你知道吗 我在麦当劳门口 擦肩而过 我觉得有点面熟 后来我仔细一看 真是个胖子 但是我跟你说 他平常在电视剧上 那是玉树临风的 马爷 你就知道这说明一件什么事 就是说这个人 他上台的时候 用各种办法维持着这么一个样子 但是他不上台 不露面的时候 比如说明星他休假的时候 在短暂时间之内 他就是个胖 人胖太快 一天已经 你一天一斤 谁都可以一天一斤 方舟一天一两 不是 我说你要想胖起来 一天一斤是非常容易 一个月就长三十斤啊 一天长一斤呢 而且还不用吃撑 就是吃饱就行 对 我这体重一 体重一长啊 我自个儿都觉得冤 为什么出去 你出去八天 我刚南非 南非八天涨六斤 关键没吃一顿饱饭 你知道吗 他去南非做公益 就保护那个犀牛 据说回来吃的跟犀牛也差不多 但我不太懂你 你去南非八天 又没怎么吃 怎么就涨六斤呢 我上这个 以德利 上以色列 都是每天涨一斤 我现在去 一般不超过十天 都是七八天吧 都涨七八斤 一天涨一斤呢 一出去 你想想你天天走道 你一走道 你在那桌子面前 你到以色列就是一大饼 然后一堆的肉 又没有菜 你也没玩呢 你看咱中国吧 能弄点蔬菜 先垫不垫不 你就控制点 是吧 又能吃 又觉得又好吃 就这两天就放松一下吧 一放松回来光荡 都你心里都有准备长 就不知道长 其实我也是 但是我不是太计较体重那种人 我反而只是 我觉得是两种生活方式 平常我工作的时候 我的吃法 生活方式是一种 一旅行 你是进入另一种 是那种生活方式 对 你是恶汉不知饱汉鸡 你不是胖人 你基因上 对吧 对吧 但是呢 我觉得你的缺点在于股价的有点宽 对 对 我整个股 实际你肉并不多 对 你让方舟他说一下 没有 没有方舟我不太了解啊 我问问你的减肥斗争如何 我是最胖的时候 大概比现在胖三十斤吧 那你没份看了 那你完了 也可以看 在那时候 我认识他胖的时候 对 然后就是那时候 我差不多每天 那天在学校吃食堂 然后每天中午吃三顿 就是 而且一顿 什么情况 中午吃三顿 对中午吃三顿 而且每一顿都是这个 有两个素材 一道荤菜 一碗米饭和一碗汤 就是 像方舟长得像高小时候 对 然后就像那个 那种地下的摇滚乐队 摇滚乐队的鼓手 就是那种随时 大胖子 藏天术 类似 感觉随时可以从地上 剪烟头起来冲 就差胡子了 对吧 不是 他这个典型是属于不吃饱了 哪有力气减肥 对 但是我这个我 我咱们都互相就交代 我是有肥胖基因的 因为这个我们家三兄弟就能看得出来 我最胖的时候是168斤 哎 我哎 他们今天就说哎 所以我可以现身说法 我我奉献给你们看看 我我原来老说我二三十岁的时候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身材 呃不叫身材脸庞 你们看看马爷 哈哈 这就是我 你知道吧 当时这就是我 体重168斤 你知道 那个时候我那个大学同学 我那大学同学都不爱跟我走一块 所以走一块跟我的马仔一样 尤其我说夹这个公分包 而且那个时候刚流行大哥大 嗯 拿着一个那个砖头 我家爷就这样大分头 每天在大街上走 你 你看我现在 哎 您您看我后来变的 你就说明一个人 他这个这个他的斗争之路 你你你瞅瞅这是香港恢恢 哇好小只 这小羡猪 我们六十小时直播啊 就是在这里策划出来的 你看这是瘦得跟狼似的吧 哎 瘦得跟狼似的 瘦得跟 你知道就是他们 就给我给我搞怪 我前些年做过一个每天都有的 那么一个网络视频节目 后来呢 他们就用那种高速 把我这365天 这个脸 最后你就看到一个人 就是这么挣扎 但是我觉得 真是向失败的方向走 马爷你觉得 痛苦 我在20几岁到40几岁 这20年体重一斤都不增加 就是过了45以后 肯定是运动量 不是 就是人到岁数了 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人提醒我 当时我如果控制住 就那块开始注意增长了 控制住自己的体重 我估计现在我就好受了 那像你知道长了多少吗 长了40几 多长时间 就大概一两年的时间吧 我现在减肥就不如小时候容易 我当时是差不多有三个月 然后就减了30斤 但是我现在减10斤就可能 就很难了 年纪大了之后 这一生生代谢 主要就是很多人太相信 就是让自己 比如说折磨自己 而且还有一种情况 就很多人以为睡得少 睡得多的人会胖 也是一个误会 就睡得少的人 其实反而更容易胖 像我就睡得少 我就发现我每回一睡多 我人会更瘦一点 因为你要睡眠充足的时候 你的身体才有一个 足够的一个代谢的一个循环 所以马爷你知道我这个研究 刚才方舟他们说的完全靠谱 就现在是这么个问题 不是看你表面的肥瘦 美国已经有专题研究 美国有个减肥节目 你知道奖金25万美元 就是30个星期 30个星期 冠军最高的一个30个星期 减了59.6%的体重 等于减了6成体重 但是马上就对14个冠军 进行为期6年的追踪研究 结果6年下来 大部分成果毁于的 只有两个保持住了成果 其中一个还是做了缩胃手术 因为他参加完比赛之后 哐一下回去70斤 最后实在hold不住了 就是做了缩胃手术 才能止得住 所以这项研究 就告诉我们一个词 叫什么呢 静止代谢率 基础代谢率 什么叫基础代谢率 这是这个造化 这个遗传 最给我们折磨的一个玩意儿 就是说 你的身体实际上是 竭尽一切所能 帮你恢复到你本有的体重 好 那么于是乎 你知道如果你强行的减肥 饿着哗一下参加比赛 瘦了吧 瘦了之后 你这个基础代谢率 它进入节约模式 节省模式 就尽量少耗能量 这是人的本能嘛 过去远古的时候 你没神 就少耗能量 但是发现呢 参加完比赛之后 对吧 你的这个问题在于 你的这个静止代谢率啊 回不去 最多回个50% 回个60% 这样的话你等于 所以怎么叫 就是减肥减成的瘦子 和天生的瘦子 不是同一种生物 你会比他更饥饿 因为你的那个基础代谢率给调到那儿 所以就说现在这问题就是你看 这事就麻烦了 就发现这几个冠军啊 长期就处于就是 饥饿状态 饥饿 然后这个忍到一个意志力崩溃的时候 暴饮暴食 然后又饥饿 就几年之间 哎 这证明我对我自己的论断 就是这样啊 对很不容易 当你胖了 你长了40斤 你就算给捡回来 他的记忆力在最高点在哪 他永远像最高点 是韩性金属一样了 对他有记忆力 我现在最高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减了10公斤 就减了20斤 你是什么招 我什么 饿着 没招 就我说过 这不叫招 不是 什么招 就这招管用 什么运动 比如说游泳去 你游以挥 饿死 那个饿死人的你知道吗 那要死人 你不让人吃 不可能的 所以呢 你什么走路啊 干什么这都没用 就一定少吃 少吃 我当时的 就唯一的一个招 可以介绍给大家 这是我马家秘诀 我捡了10公斤呢 就是我准备了一瓶咸菜 晚上啊 饿得两眼 冒金星的时候 那现在关键是 家里老有吃的 各种乱七八糟 都能吃 不吃 吃两块咸菜 完事 他有一点味道进去呢 哎 就觉得 那您还得防高血压 高炎 我现在那时候 我那咸菜不是太咸吗 但是他就能够 让你那个饥饿感能够过去 其实饥饿感 持续的时间不是太长 一般就20分钟 对 我自己减肥的诀窍 其实是就是 还是要尽可能的满足自己 我当时我就是每天吃三 虽然每天中午吃三顿 但是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可怜 就是因为觉得我明天就没得吃了 每天都陷入对自己的同情 但是后来我减肥 我就是我每天大概早上就会吃 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有一次大概早上九点钟起床 早上九点钟让我妈给我做麻辣香锅吃 我太想吃麻辣香锅了 然后吃锅锅 吃红烧肉就是 这叫诀窍 早上十二点 中午十二点之前 把自己想吃的都吃了 然后这样 而且到了晚上八点钟 特别饿的时候 就会有个盼头 就想我明天早上 我还能吃顿好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 减肥的诀窍 就是要还是要满足自己 不要陷入 我太可怜了 刚才你说这个做法 就是早上吃麻辣香锅 后来减肥成功吗 减肥成功 后来就瘦了三十斤了 我天哪 你怎么跟气球似的 这么一下 他的减肥这个方法 就叫化饼充饥 就是这意思 我才听懂了 他是幻想着明天早上 早上是一意思 总有个盼头 又有个盼头 早上是可以多吃的 对 晚上一定不能多吃 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出去玩 也是一天胖一斤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就是你跟你 这个肥胖基因做斗争 我靠的是什么 比方说不吃晚饭 而且每天一个小时 跑步机 六公里 坡度四 好家伙 爬坡 长年的坚持 才能维持到这个程度 你一出去玩 你也没地儿跑步了 而且那么好的晚餐 怎么能放过呢 是吧 这一天一斤 然后就是周而复时 你说这玩意儿 没办法 我也是这样 我平常一天也是 我没不像你 你一天吃一顿吧 我一天吃两顿 但是我这两顿里面 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素菜 跟水果 马爷您说您这个研究审美的 咱干脆为什么就你们这个搞文化的操作操作 怎么就不能以胖为美了呢 怎么不能梦回唐朝了呢 对梦回唐朝我现在根本不是因为什么美不美才减肥 而是肥了以后行动不变 你不灵活 不舒服 你坐在那都觉得堆的话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美国 尤其到了美国那个 这个 加州啊 满街胖子 那胖子 比那个女的 一条腿有你腰那么粗 而且那个 我有回在美国开车 在美国中部一个小镇停下来吃顿饭 一进那餐厅 哎呦就别提多不想减肥了 那餐厅里 他全是那叫忽悠胖子 你明白吗 就他走道不是走道 都是忽悠着 忽悠 然后而且三十多个人吧 那一队人没一个瘦的 全是那种 往这一坐就忽悠一下 战友 都是那种胖子 所以 就是没三百斤都不叫胖子 这个是事所公认 这是真没辙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已经说了啊 现在肥胖 已经取代烟草 成为这个全球健康第一大威胁 就你不是好看难看 你就是这个事儿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挺有意思 就是过去咱们老说这个美国 这美国就是说啊 就说这个肥胖是贫困的标志 因为呢 就对 只有劳动人民天天吃个汉堡包 那那些个富人 他们有他们的海滩 有他们的休闲 有他们的健身房 而且他得维持他的橄榄色 这什么什么 所以划分阶层的标志吧 但是哎 30就说改革开放30年来 你看中国人民追上国际的步伐 追的多么快 就我那天看他们讲 现在咱们国家是有4600万胖人 叫肥胖 然后3亿多超重 然后就说索夫瑞调查 发现肥胖 大多数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 这说明啊 过去连中国人说的那个脑满肠肥 这个多胖多福 连那个也改了 就说现在中国跟上国际了 那为什么平常我们一说起土豪啊 比如电视剧要演一个土豪出来 那个标准形象还是一个挺这个大肚子 那说明他们还没脱贫 是吧 没脱贫 不过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恰恰说明 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就为什么文化人不好好努力一下 为这个肥胖在审论上 欧割一下 其实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伦理的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社会学家都做这种研究 就减肥这个观念 是在20世纪初中叶的时候开始流行的 你回想一下 哪怕是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 20世纪中期的时候 肥胖还不被认为是一种很难看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用玛丽联盟录 你举个例子 疯狼啊 你拿他的身材到今天来看 这不能叫标准身材 不能叫美女的标准身材 但是再下来是越来越瘦了 就大家心目中的美女 为什么呢 就有一个讲法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伦理有一个特点 资本主义里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的 或者市场经济 跟传统社会不一样在哪儿就是他要求所有人自我管理 所以有时候在美国或者在欧洲 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叫肥胖歧视 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数据 就是你大公司招人 招进来的人如果是胖的话 他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人不堪重用 就比如说同样的理由我要招一个位置 就比如说来十个人 那首先那六个胖的都被刷下去 那比如说原来这种招聘的歧视 有性别歧视 有种族歧视 现在还有肥胖歧视 为什么呢 他们的背后的理由就是认为肥胖的人 是一个不自律的人 不负责的人 不对自己负责 也不能对公司负责 不能对工作负责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瘦就变成了一种 很多人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的体现 这个你同意不同意 现在还有这么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偏见 穷人就往往自制力 就不如那些个经营 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 穷人最先放弃的就是形象 你知道这个里边他 你笑什么 是说起谁来了 就是你看他实际上 我就发现过去有句话叫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是不是说穷人的自控力 自制力就比你这个富人低 而是说他每天忙于谋生 每天他 而且你知道就说这个意志力 有一个补偿法则 你不要以为意志力是多么高端的情操 他们就讲意志力 跟你任何一个生理能力一样 都是有极限的 你比如说很多人 你像比如说送外卖的 他是强撑着这个意志力 风里来雨里去的跑了这么一天 您说回家再来两小时跑步机 他就想躺着 他这个意志力就崩溃 就想喝瓶啤酒喝瓶可乐看电视就算了 没错了 我经历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司机 我特别能体会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电视劳工 我有时候挺能体会到他的那种 他说 比如他开车送我到12点 送我到家了 我说回早点睡 他说睡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每天晚上得这么一瓶啤酒 就是说我不管多晚回家 冰箱里我拿瓶啤酒看着电视 不管放的是多糟的那个综艺节目 他就消解了 我躺在沙发上 他说这是我一天 这唯一的一个享受 我现在太理解这种了 你说现在这个女性呢 中国女性 她不是有最大的这个身体体型 有这个焦虑吗 有啊 有这个 女人多 女人比男人多 当然因为他无时无刻都处在这种 这个公众形象所造成的理想身体 和你实际身体的差距当中 非常痛哭 我还是说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同宿舍有一个这个女生 然后她就很瘦嘛 她穿25码的这个牛仔裤 然后我那时候因为 每天就所谓的要买比自己瘦的衣服 来激励自己 我不知道从哪看了一个这个 这个减肥的骗书 说一定要买小一码的这个衣服 然后我就永远穿不进去 穿不进去就哭嘛 然后就每天哭 现在就恨自己 对 然后每次她就这个 就是自虐啊 她就这个抢过来穿 她说你看我穿比你好看 然后我就陷入新一轮的痛苦 那是什么同学 没有呢 我也说那确实这个觉得好看 因为所有的女性都是同行 尤其是在一个宿舍当中 你这个peer pressure 就到了一个顶点 就每天都非常痛苦 这还不是这个 这个网上看的网红的完美身材 给你带来的焦虑 就是你旁边同宿舍的女生 她就比你瘦一点 对你我真的是挺佩服这个女的的 因为我的印象是女性比较馋 就爱吃对吧 爱爱美食 但是呢有一样就是我周围的女性 我真的发现怎么 她就不像我们这么胖胖瘦瘦的 你比如说你像我们这个女主持人 你看吴小丽也好 哥辉也好 对吧 就是小男也好生了孩子 按说这女人生孩子会胖吧 生孩子没过俩月 完全跟以前一样 我就觉得这是怎么 她是得有多大的毅力 她克服这个东西 他主要有一个问题 他主要有一个问题 就是女性的体态 跟男性的体态 女性更不能容忍去肥胖 男性还可以 男性我刚才在想 那个西装那东西他害人 西装你胖点吧 他不显还显得挺精神的 你看很多那男的一大肚子穿西装能穿 但穿中装穿不了 中装特别怕人胖 一胖那肚子就跟球似的 但是女的就没有救济 就没有像服装这种救济 所以女的一旦胖了就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就说明就是 其实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对 就西装是能修饰身心 对对对 但为什么男人穿西装 女人就不能穿西装 女人必须穿裙子 恰恰你看到是社会对男女的 形态的要求不同 所以你没想过 我们以前那些凤凰的那些老同事 我们这些同行 那些女主持 生活孩子一个月回来 比生孩子钱还瘦 瘦得多 那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你就恰恰可以看到 是多不公平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种要求 那种要求都在他们身上 你放心这种公平 你给许个回 他也不要 对我知道 但是就是恰恰是 我们社会上对女人的身材的要求 远远高于对男人身材的要求 那文道我问你一个敏感问题 就是说这个里边事关其事 对吧 那么假如说咱们男的总会看到一个女的 觉得她漂亮 受吸引 这个是本能吧 那么好 一个女的苗条的时候 和一个女的生完孩子很胖的时候 会影响你作为一个男人 他们对你的吸引力吗 当然会 但是问题是 我怎么去判断 谁更有吸引力 这个框架 这个想法 却可以是在文化中改变的 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18世纪的那些欧洲游画 里面那些号称美女 你别说18世纪 一直到6世纪 西班牙哥雅画的那些什么脱衣的马哈 穿衣的马哈 你看那个女的胖的 就一个一堆肉躺在床上 然后在当年的认为绝世美女 你今天看你会觉得有吸引力吗 你不会 但是可见就是 这是这个观念是可以转变 那也比马杆有吸引力 这个 这还别说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古风啊 胖的历史比受益 受为美的历史长 长多了 但是现在这个古风呢 主要是保留在脑鲁 我今天也看一个数字 说也是什么世界卫生组织讲了 全世界啊 最胖的七个国家 全部都是太平洋岛国 对 其中是胖之最是脑鲁 是 97%的男子和93%的女子 都是大胖子 是 人一胖脑鲁以胖为美 这个还不 这种以胖为美 其实是他们很悲惨的 我觉得那些南太平洋的老国的人 他们有很多肥胖的并发症 他们以胖为美是继承了 不能说继承是延续了我们社会 所有社会都曾经有过的一种审美观 只不过很悲惨的是 他们的吃喝又遇上了新时代 因为你知道胖 我们常常说就是 马云刚刚说你吃东西容易胖 40多岁 或者说你说你天生有胖的基因 你知道这种基因是什么基因吗 这种基因是本来让你活命的基因 那所以你刚刚说脑乳那些国家就是这样 比如说南太平洋的地区有个特点 就那些人都爱吃午餐肉 受美国影响 你看夏威夷就知道 吃大量那种高脂肪吃都受美国影响 高脂肪高 高淀粉 高盐分 对吧全吃那些玩意 他们吃的 他们过去的祖先那日子多大好 你想看南太平洋岛国出去打鱼什么的 然后一下子就太难了 吃啊吃这些 那能不胖成这样吗 所以我在想很多你说中国的五零后啊六零后 他们这个很胖 就是看到而且就会中年发胖 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有这个饥饿的记忆 就像我是看原来这个墨洋 也是墨洋老师写他想当作家 就是因为他们同乡一个当作家的 三餐都能吃饺子 他觉得哎呀当作家就饺子吃 所以他现在也吃的白白胖胖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 拿了奖之后吃的更白白胖胖是吧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个饥饿的 我觉得是你看中国人坦白讲 中国人跟饥饿搏斗的历史可长了 中国人有饥饿基因 不是中国人全世界 就人类能够在实物上不去计较 美国人是两代人 我们就是一代人 我们父辈那一代都吃饱饿 就是放开吃 没有过 你知道就是我有个体会 就是我在香港 因为做家务顾不过来 就有一个请了一个飞用 那这个飞用呢 每天这个做不做饭呢 做什么 他都得问我 这先生想吃什么 后来呢就做了一个月 他就那个很纳闷 他就问我 他说这个先生我觉得呢 我在你们家很清闲 就是你不吃东西 我以前在人家家里头天天做鲍鱼 对我就说我那不吃 或者就给我炒盘青菜 晚餐就给我炒盘青菜 后来呢 不好意思了 对后来他觉得很想做饭 但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我觉得很难理解 就说你看我们从这个菲律宾 跑到香港来 辛辛苦苦去做这个这个费用 对吧 挣点钱 我们就是希望 不是就想自己吃吃顿好的 想吃点好的 您呢还是花钱雇我的 怎么您整天吃的 连我们都不如呢 不是他还有一个问题 整天不吃呢 说那你每天那么辛苦工作 你是为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 我觉得这是个哲学问题 没听过他还有一个潜台词呢 你吃的不好影响他吃 主人吃的越好用人 你要炒盘青菜 人家想吃肉了 整天炒一帮吃菜 对不对 你啥也不做 人家天天想着来香港吃肉了 你一个大家族天天百业 你剩的都是好东西吗 你吃不光了 你这好 吃青菜他只能吃糖 两天不吃饭 第三天找一素菜 那个他自个儿不能给自个儿炖条鱼 应该是劳公署告你虐待 是吧 没错 人费用感觉进了兔子窝了是吧 整天吃草啊 但是我就是说啊这个你看你看这就说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为什么就是说有些时候 容易像文道说的有这个肥胖到阶层的这个歧视 就是说其实他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的 你就比如说所谓富贵人或者所谓有条件的人 那的确他的那种自制力啊 其实是表现在啊 他有能力或者有资源或者有权力 是来管理自己的时间 对他们都说了您的当老板呢 您说什么时候开会是您什么时候开会 我们这个打工的我躺到床上 我都怕你给我发一微信 邦当我就去我的什么计划对吧 而且你看为什么我就说说连意志力可能都有跟这个有关系 我到这个巴黎岛巴黎岛就去旅游 碰见那个讲华语的那个那个导游 他就给我讲一个你也是没想到的 他说我们导游不能跟导游结婚 导游跟导游结婚的都离婚 在巴黎岛至少这样 我说你为什么 他说一般都在旅游忘记离婚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看他说我们白天 你这游客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 你照照我们没鼻子没眼就骂 我们都得笑点 夫妻俩都是这样带了一天团 你知道晚上回家 就是说意志力也是个生理资源 有极限的 你白天透支了太多的自控力 晚上一回家呀 他说没来由的两口子 往往就是谁先来 就开始了 就hold不住的就要吵架打架 完全忍不住 发泄就专专发泄 所以往往一到旅游忘记 我们这个导游夫妻俩就离婚 你就可以想到你用到减肥 你有这个心思去自控去分配时间 还有一点也很惨 就做服务业的人 今天的这种管理 已经达到了深入骨髓的模式 叫情绪管理 今天我们常常看很多人教人情绪管理 但你仔细想想情绪管理是怎么回事 情绪管理这个东西通常用来教导的 就是做服务业的人 他教导一个酒店的员工 一个餐厅里面的一个服务生 你看到客人 你要笑 你要礼貌 然后他还要教你 你不能够只是光是口说欢迎光临 你心里要真觉得太欢迎您光临 让你整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感受 让对方知道 然后如果对方什么不高兴 折磨你或者说骂你 然后你要忍气吞声 为什么 因为你这时候要站在他的角度来想 你想想看现在这种管理要求 他不是管理一般的员工工人 他在管理那里的灵魂 他在要求把一个人彻底从灵魂深处来改造 所以我觉得现代的市场经济很残酷的一点 就是他在让每一个人 连自己情绪本来我觉得是我们不用带来上班的东西 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我里面的七情六欲是我很个人的 这个老板怎么样跟我这个无关 但现在我连这个都要交出去 要被你管理 你甚至就是就是你看那个很多公司 尤其是很多互联网企业 那个我到他们那参观 那个柱子上都贴着 你有没有像狼一样 我说这是动物园吗 狼性文化 对吧狼性文化 什么狼性团队 甚至就是在大门口公司大门口 我都要那个咆哮的 今天我都要怎么样 这个话就出去了 传销经这样 对 文道说了一个这个这个很深的一个人类行为 这个行为呢就是说限制自己吗 这个行为最可怕的 你知道在什么人身上最重吗 拿高工资的人身上最重 因为拿高工资的人呢 他会为这份高工资委屈求全 我碰了过很多拿高工资的人 所谓拿高工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觉得他这个人的就值一万块钱 但是他找了一份拿两万块钱的工作 这时候他所有的委屈能吞 如果他值一万块钱 他要拿了八千块钱 你敢刺他 你客人敢一点不好 他当场就炸了 但是呢他突然拿一两万 有一万块钱拿着他 就是他拿了高工资 这时候他就特别容易委屈自己 因为他不委屈就行啊 所以就这种高收入呢 抑制了很多白脸 我见过很多白脸苦闷 所以我觉得有个问题 就是我觉得中国的白脸 这个跟减肥相关 他即使拿着这个高工资 他都不能活得很有尊严 甚至都不能吃得很有尊严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上班组 我们不说这个中低层收入的城市的人 他们即使是在写字楼里面 你看他们怎么解决自己的午餐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屈辱的一件事 就是因为大的写字楼 写字楼集中的地方 其实吃东西的地方就那么极佳 就那么极佳 然后呢也不可能是太贵的 所以大部分人 他都是在这个711排队 那最后你到晚了 反正排到你什么都是不好吃的 然后这个中油的 那些没办法就只能吃 那下午还这个有点零食 在办公室吃 所以他不可能不怕 所以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意志力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 什么所谓的这个 这个不是有钱人 就是就是不是有钱人就减不了肥 我觉得还是客观条件限制 他没有办法吃的很有尊严 即使约收入2万 他都没有办法解决 端就是一个小小的午餐 能够吃的好的问题 但我觉得方舟他们还算比较好 幸运已经算幸运的了 也不算比较好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谁都有谁的一本难念的经 真的 你就是不是说劳动人民辛苦 我跟你说所谓这些白领 甚至这些高层 你知道他有一种什么啊 其实就说这个收入越高 交际的圈子越高 或者说自己感觉自己越有身份 某种程度上讲呢 对自己要求也就多 你知道有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总 咱们知道有那个过劳死的 死在跑步机上的 你就理解那种心理吗 我就想起有一次宋丹丹就说 他说我们演员怎么能胖呢 你爸胖你都没有职业道德的 对吧 你一定要维持一起 他说我就跟我家人说啊 你晚上12点回家怎么了 晚上12点回家 你也能走跑步机 为什么不锻炼 但是我就由此想到恰恰 你知道有的这个 比如说公司里的这个老总 压力很大 但是他的社交圈呢 又是咱们所谓的 都是人五人六的西装革履的啊 体型苗条 橄榄色的 你知道这个人呢 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全方位的 就是说我工作要做好 但是呢 我出去在我们这个经理的这个社交层 显得有衔接层 有有有款有型 所以你像他是这么打造自己的 就是他可能半夜12点回来 该锻炼锻炼一定不能胖 开这个太阳灯 对甚至就 我是晒的皮肤 就饿 但是你想这么多的压力 他压在自己身上吧 他可能就过劳死了 你想想 那你说的这些啊 对不起 他说的他说的这个事很有意思 就是中国人呢 他的就是我们这改革开放 这些年已经形成一个强烈的意识 每个挣钱的人都会超出自我能力的消费 什么意思 比如我们按照今天的时候 一百人挣三万块钱不少了吧 但他要拎很昂贵的包 穿很昂贵的衣服 他大部分收入就支撑到那去了 他并不比别人幸福 他就是拎着这包 你要是对面有一人懂这包 说一下你这包不错 他就特高兴 你要熟视无睹 他从内心恨你这种有眼无珠的人 对不对 我拎着我俩一个工资就来了 让你瞧瞧 你没瞧见 所以他高收入呢 他尽管就我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 是他自我觉得这份工资已经超出我的 应该的那个收入 第二个问题是我拿了这份高公司 寻求了更高的一种生活 他痛苦是叠加的 所以这个就很悲惨 你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方教 我原来看过一个 就是说 就也是研究中国越来越胖 然后但是这个 诸多的坏处 只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提出了肥胖对于中国的好处 就是说因为 就是解决了养老金问题 就是说因为这个胖人啊 他的寿命叫寿的人比较短 所以呢 这个就解决了 解决了养老金的问题 什么学生 这是唯一的一个 研究中国问题 这是好处是吗 你们俩 你们俩一个是马克思 一个是法西斯 所以所有的矛盾都是人类自我一切一点一点生成的 就我刚才说了你拿了一个高工资 你心里可得意 你买了个好包 你心里也得意 但你付出了很多代价 最大代价是什么 就我去一个公司 这公司二三十个女的吧 全都找不到男朋友 为什么 工资高 好事吧 工资高是好事吧 但都找不着男朋友 为什么找不着男朋友呢 结果被一个人给说中了 那人说这事简单 我说为什么这么大的人 挺好的女孩 怎么找不着男朋友 他说你看啊 他们这里 最 挣钱最少的 就是那人 那人挣两万多 说这屋里挣的多的都是三五万块钱 你说这点钱吧 找个男朋友 还很难找这一匹配的 说 那男朋友挣的少吧 他不敢 他觉得男的花他钱了 说 大老板呢 又看不上你这点钱 就是你这钱又不够数 说很尴尬的活着 男朋友没有 就是天天最大的乐趣 到酒吧 抽门烟 人那抽烟 那抽烟也是这样 有文化的白脸抽烟 拿烟都不一样 我这不抽烟的我观察 咱得抽烟 不就这么拿只烟抽了 人家不是 人家把烟夹这儿 插一个指头 夹这儿土了 夹这儿土了 夹这儿 夹这儿 夹这儿吸一口以后 抽云满布 都这么举着烟 我说这头多的仇啊 挣这么多钱天天的就这么过日子 也不快乐 好在就是没胖 再胖就彻底完了 而且你说这女的胖 我还想 有时候要男女两个人谈恋爱 其实男的比较吃亏 你知道吗 因为我后来发现 为什么我身边 男的吃亏 你听我说 就是我身边好多男的 一谈恋爱就胖了 后来我有一个哥们就说 我这谈恋爱 我给他起外号叫巴顿将军 你知道因为女的吧 吃的少 吃的多 他说我跟他出去逛街 每次点一些东西 剩下的多 一会一个甜品店 他出去来个甜品店 他又吃几口 剩下的我全吃了 再一会到一拉面馆 他也要吃 一天这女的能吃巴顿 大部分都是进这两口 男的全包圆了 所以这男的更胖 因此说到底 还是有个 你要想维持身材 怎么着都得有个自我管理 怎么着都得有个自制力 但是咱今天就说到一个事上 就是说什么呢 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人 这个劳动人民 他也得有这样的条件 是吧 有这样的时间 有这样的这个心气 能够让他做到这样 而且有时候还得承受着那些 所谓中高端人士 收入高的人士的这种发脾气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呢 呃 如果您是自认为是精英人士的话 那么你应该比别人 有更大的这个自控力 不管是在对下属的这个态度上 还是在自己身体的这个管理上 情绪的管理上 都应该对自己啊 有更大的这个自控能力 我哎 方舟我问问你啊 就是我这个岁数有点不明白 我接触的很多青年人 包括我们组的90后啊 他们怎么老觉得那么累呢 就好像绝对他们来讲 就觉得上班每天都很累 嗯 其实我我我自己觉得 我看很多的这个这个 年纪大的人真的反而觉得 他们每天能干的事啊 就50后啊 甚至是60后 他们每天能干的事 真的比年轻人能干的很多 他们也不觉得累 我自己的看法是 我觉得现在因为 因为年纪大的人 他们会比较利用整块的时间 四五个小时做一件事 然后但是我觉得年轻人 他们每天有太多的事 把时间这个切割成碎片 而且太多看似消遣的事情 其实都是非常大的消耗 比如说打一盘手机游戏 觉得这个是放松 但其实这个是巨大的一个消耗 对你的专注力 对你的这个情绪 然后对你的这个 所有的感官的调度 所以我觉得其实年轻人 他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休息 嗨 我见的有的年轻人 还真就是 我说你比如说工作完了 你说咱们也真是挺欠抽的 我比如说我工作完了 我觉得终于可以拿起一本 好久想看没看的书 看看 这就休息了 对吧 他说还看书 我怎么着也得临睡前 就说我别的就躺平 什么都干不了了 对吧 唯一让我有兴趣的 临睡前再撸一盘王者荣耀 你知道 这对他是休息 是生活 我觉得这里面 还牵涉一个问题就是 呃 曾几何时啊 就是工作 我们今天讲工作 生活平衡 这一点 这里面有个前提 我们还没考虑到 那个前提是什么 谁告诉我们工作跟生活 是两回事 那这个很这个很难说 你喜欢的工作是一回事 你要不喜欢你过 这是两回事 而且就算有时候就算不喜欢啊 我觉得呃 曾经人类有过这么一个阶段 甚至是我们的祖父辈 或者前起辈的阶段 他还是没有工作生活的分裂 你们说农民 农民种地 他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那个循环在土地上 该干嘛干嘛 他们有没有考虑过 我的工作是什么 我的生活在哪里 没有为什么 因为从一开始 他的工作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工作 那你觉得他累吗 他是累 但那种累跟你今天说那种年轻人 那个累法不一样 他那个累是真的是你体力劳动完 体力累 体力累 但是呃呃 他不是那种有带着一种虚无感的 就干完活整个人垮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而干的累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那种累是怎么样 就他会觉得这个工作 是他不知道在干什么 就他知道是挣钱 是要是要找人民币 但是除此之外 有没有别的东西在里面 好像没有 累是两种 一种是体力 心累 剩下就是脑力 就是心力 心力这个累呢 往往来自于工作之间的问题 你比如 俩人不对付 但是俩人得把这事干 哪最累 两个人都是绷着 还都没法吵翻了 吵翻了到简单 俩人吵架彻底翻脸是个简单的事 这又吵不翻 两个人疙瘩疙瘩的把这个事情做成的话 或者做一半长状态 那是最累的 现在年轻人之间发生那个 就是冲突非常频繁 就是一语不和 就冲突了 而且很难去调和 不像我们过去 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做个事 最后俩人吵起来一会儿 还出去吃饭喝酒都没事 现在人会往心里去 所以他就越往心里去 他就体现出来的特征就是内心嘛 所以就是一进屋就什么都不想干了 我觉得还有个原因 就是他们这个工作 其实确实也是没有成就感 因为这个事能不能做成 其实跟他们本身关系不大 他们就是这个螺丝 非常小的一个螺丝钉 然后这事完成了 他也没有办法从中得到快乐 那不成 他从中还遭了很多气 为了这个又要忍受复杂的人际关系 上司的责骂加班什么的 这个就是原来那个桌别林那个电影 流水线上的公园 他只管拧这个螺丝 他只管拧这个螺丝 他不知道最后出来 他要知道最后我出来了一个东西 那是我的作品 我完成的 他有成就感 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 所以最后神经了 桌别林走到大街上 看见女士胸口就俩扣 一直就 对吧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人的这个 异化工具化 而且我现在觉得这个社会分工啊 越来越细啊 就越容易出现一种问题 你像我有时候经常跟这个团队里的人 我也讲这个 我说啊 就是在任何一个工种上的人 你有没有考虑到最后的这个结果 这所谓全局感吗 他这种 这个所谓全局管和这个工作意识啊 他分什么工作 你比如我在日本碰到过一个事 我当时就怎么想这事 我想不太通 就是我们去一个地方去参观 参观完了以后 要通过一个非常长的长廊 长廊要拐一个脚 再达到另一个点 然后呢 他这个 日本这家这个 这个单位啊 他在这个鸡脚这个地方 放了一个女的 这女的就负责给所有经过通道的人 笑容满面的去一个工过去 这啥工作啊 笑机器 人家就是一天到晚做这一个工作 而且一定还就不是假笑 那中国人基本上午笑 下午就基本都这样 你爱走不走 对不对 这种工作是一个很乏味的 我甚至都比觉得比做拧的螺丝还乏味 但是他在日本就这一类事情特别多 每个人都可以做好 就是他怎么样有这样一个 新气 新气 我们是所有人的新气 每个人都是有气 工作做完了也有气 有成果也有气 在单位大家说话开始谨慎 别有时候哪句话没说对 哪个行为不好 就把别人给得罪了 我们长期的这种人际关系的恶化呢 就是每个人都背负这个后果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我有时候觉得这种实际 就是在挺普遍的 就是咱们老说 就是说与人为善 我现在我发现 听很多青年朋友跟我讲 就是比如说单位里的主管 何必说我申请休假 当然了我就休假是要你领导同意 但是地球人都知道没什么理由不同意 完全就是一个手续 你同意你就去休假 合法的劳工权益 对合法的劳工权益 但是呢他当然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利 说最近工作比较忙啊 不适合休假 过来没 他就是你求他 他就是享受这个 刁难你一下 不刁难你一下 我怎么显示我是你领导呢 就我觉得这个人 你说是不是有点与人不为善 你知道从服务这个行业啊 服务是我们经常要遇到的行业 最普通的就是餐馆吧 东西方餐馆那服务员特有意思 我在西方出国吃饭 我特别爱看待服务员 尤其爱看待老服务员 有时你跟他聊几句啊 他都在餐馆干一辈子 从他们十几岁就来 一直到退休 五六十岁永远是那个很精神的 就对待自己的这份职业 这是表示 因为我有一次去荷兰嘛 在海牙 那个老头请我在那个餐馆吃饭 就当地的人 他跟那个服务员的聊天 完全是亲人似的 后来一打听 他说他二十几岁 就在这个城市里吃这个餐厅 吃到六十岁 吃了四十年 永远是这个服务员给他服务 所以他跟他跟亲人一样的聊天 我们也有这样的亲人 我们是这路的啊 我原来我不是在琉璃厂吗 我老去那个全聚德去吃饭 那边服务员 这个那时候都是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女的嘛 都是这服务员都特垮 他别那么穿着西服 拿这个菜单 每一个那个都是 穿这路的 然后好久不是不去了吗 我一进去 哟 来了啊 名人来了啊 先嚷嚷 他满听都听得见 往那一坐 我就说来了 菜单 你说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要那干嘛 他问我要菜单干嘛 我说你不是有菜单吗 他说那你要他干嘛 说老吉亚嘛 老吉亚嘛 就是他他给你当家做主 后来我也想 我说好 就是老吉亚 我说我来这儿 不让你呲呲呲呲呲的吧 我这还就不习惯了 就是他们是这么一个路子 那么这个路子呢 当然我们也不怎么在乎了 也都是熟人 如果你带着几个生人 他要这个态度呢 你就觉得很尴尬的一个态度 他就说你跟他啥关系 他跟你这么弄 他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传统的服务人员 他对服务的认识就是 如果我跟你熟了 就没大没小 不会走程序 给你个菜单的什么 他认为不走程序 是跟你很亲的一个表现 嗯 这是我们的社会 就是东西方在 在餐厅是一个罪名 您说这个 我就我想起两种 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也有一种啊 就是不拿自个当外人 还是怎么样 但是这里边 又透着一种谦和 比如说美国 你看咱们中国讲空姐 都是哎呀 服务是吧 美国有一定 都是岁数挺大的妇女 那个空嫂啊 不叫空嫂 空奶奶了恨不能 但是他真的是 有一种老奶奶的劲头 喝这个 吃这个 我觉得我碰见这个 最极致的是哪啊 韩国 我们有一回去看足球赛 在光州 光州那地方啊 就是全是那个 那个就是韩国文字的 就是完全没有什么 汉文的那种啊 然后呢 就是特乡土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 就说去那个洗澡 他们那洗澡呢 还有那个按摩 但按摩的那个是个大妈 但是弄的我呀 特不好意思 那大妈呀 他就真的把你当儿子似的 你知道吗 他也不管你啊 就围着个围 就围着个毛巾 跟光屁股差不多 你知道呢 大妈呀 拍着我屁股 光这个脊梁 洗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妈呀 大妈呀 拍下 大妈呀 大妈呀 哎呀 好吗 起来 小伙子 就拍我屁股 哈哈哈哈 但是你也觉得 就像妈妈一样的那种 哈哈 哎这也是一种服务 你这种 但 但我想说就是 就是这里面 不管怎么样不同啊 就是背后有个态度 就是这个工作 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些 就算你刚才讲 是韩国大妈 或者说全聚的这样 我觉得都还是有点意思 这个活 有风情 他有意思 他一定有一套 自己的文化的意思 在里面 但是对大部分别人来讲 这个工作怎么样叫做有意思呢 我觉得就只有几种办法 一种办法就是刚才我说的 要不像欧洲过去全都信教 要不过去中国 你的工作 你做农民 是跟你的这个家庭 伦理儒家秩序捆绑在一起 那么要不然就怎么样呢 就还有一种极端 就像日本似的 就是把这个职业伦理走到头 职业伦理走到头 就是今天中国 不是很流行讲匠人精神吗 他这里头是什么 他其实鼓励你 这个工作明明是很累 是让你觉得会让你工作生活失平衡 但偏偏还要让你觉得这个工作 就是你生活意义所在 有的那个工作 就像刚才马爷行的工作 你觉得那是干什么工作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认识一个京都的一个 花道的一个传人 他们什么茶道花道 都是一家一家传的嘛 有这么一家 他现在其中一家 他现在是在银阁寺那一家 传下来这个花道传人 我去看他擦花 那个擦花擦了多好就别说了 因为他主要那天给我们表演 那个擦花 全是用枯掉的花来擦 而且他是能够坐在这 对着你看着这个花 看好了 然后擦 他是单向的这么擦 但是你四面八方看 那个构图都在 然后他跟我说呢 我问他说 花怎么来 那些这些枝叶 有的要枯怎么办 他说他隔天晚上 会跟一个人说好 我第二天要什么花 我说那个是个开园艺店的吧 我估计花农吧 不是 他说这些花全都要上三线 找线歌 他不用养的花 要野花 那我说 那那个人是常年帮你们家 哦 那个他们家专干这个 到他这 是第十一代 我说啊 这是什么 然后又给了一个名词 我不懂啊 那个日文 他说这都是个职人 然后我第二天一找去看 那个哥们 就五六点 就背这个珠罗筐 带着个刀 带着个剪子 带着去上山 就走走走走走 然后天天就去 你觉得像捡垃圾似的 在地上车摘回什么 弄回什么 然后他就把这个东西 他当成是个非常 你想想看 这是一个 这真的是个螺丝钉 在整个花道表演里面 你负责去上山找东西的 这个人 他把他当成一种非常神圣 然后我要干的跟我爸一样好 我都甚至搞不懂这个好坏标准在哪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 就是刚才连着方舟讲的那个东西 就是说啊 聚精会神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境界 就是他超越了工作和生活的矛盾 就是你干一个什么事啊 最后忘记了结果 就完全聚精会神 这个啊 人会进入一个很奇怪的境界 甚至我要放玄来说天人合一了 就是什么都忘记了 只有在做的这件事 你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说啊 我们说工作的什么成就感在哪 啊最后这个工作的成果 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也可以没有关系 他们讲有一种避免这种拖延症的 那么避免拖延症 有一种很严重的叫拖延症 避免拖延症的其中一个方法是什么啊 把注意力集中在过程上 而不集中在结果上 就是做只是在做 你知道一入进去 你就像说我做之前我都挺烦的 这方面我觉得啊 我爸就有匠人精神 我爸现在也退休了 你说他是工程师 他是工艺课的 你说搞工艺的人呢 就完全是在这个工序上 画图纸就是设计 是把一个东西设计出来 工艺啊是把设计出来这个东西 最后怎么给你做出来 所以他是他是制作的一个人 你看他的这个这个习惯 退休之后 他现在在家里 那叫一个忙啊 就是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修的 根本你要换新的绝不可能 然后就是说 找人来修 都是侵犯他的专业尊严 连我这个眼镜腿断了 他别别别别 我画一个 他琢磨 他一天他也不想花时间 他一天他一堆小工具啊 那个最小的螺丝 把他家里电冰箱坏了 我们家里那个热水器 你说都是用了十几年了 你想他就给你换哪 他就给你弄 但是我开始觉得他很无聊 后来我发现呢 他老有所为 关键在这儿 我就想到刚刚是马爷说那个服务员 就是有没有发现中国的餐厅的服务员 是全世界最多的 就经常很使 国外的这个餐厅 基本上就只有很少的一两个服务员 所以他就是聚精会神在服务这件事 但是中国餐厅经常站着一些服务员 他们就没事在聊天啊 谈恋爱啊 那人很垮 对啊 这打闹啊 对他来说这个又是生活又是工作 结果这生活也没什么 恋爱也没谈好 然后这个工作也没没工作好 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其实人在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 他有一种纪律感 但是其实中国他是不太有 中国人不太有纪律感 他只是有规矩 规矩是人和别人相处的时候 建立起来的一种规范 就是我要这个对你称老师 我要尊敬你 但是纪律是人和自己相处时候的这种规范 对了 我觉得中国人不太讲这个 规矩啊 纪律啊是外人给你的 是外人强加于你的 但是你怎么样最后能变成这个自律 你看你比如说 有你到底多少成分算工作 你到底多少成分算生活 比如说我有我去度个假 哎 后来我发现我度假的时候 分享的这些内容 回来在节目里说 大概觉得最好看 所以说那我就想那我去度假 是不是也该拿工资呢 我到底什么是工作什么是生活呢 所以这关键就是借由我定 借由我定 现在去广告 现在去广告 对不起大家啊 我们总得去过广告 才能有接下来的远州派 福特瑞界远州派 广告之后见 好现在这个有钱了 马也跟你说话 哈哈 我一下被这广告打得全没了 他刚才说这个 这个餐厅服务员多吧 我告诉你 你这不管餐厅 你有什么不知道 现在好多餐厅啊 他各司其责 比如啊 我在餐厅有一回吃饭 那人服务员把这菜端在这 我说我给腾一地搁这 啥意思 他不给我 他等一个上菜和传菜是俩人 他把这菜端在你 你桌子上 不许你自己端 他也不许我自个儿端 他得等那个上菜那个人过来 我就深深地看着这菜放凉了 对 我都要吵着他 我说这是什么路呢 我也遇过 这怎么什么时候开始 你现在不是这个规定 我也不明白 这什么道理啊 你看餐厅那招聘上 他们写的 招俩传菜员就是干这个的 他是负责把这个菜 从厨子那搁到这个服务员 他就负责运输 这个过程 所以你不知道 很重要物流环节 对这是这种物流环节 他到这儿呢 他就不能直接把这菜搁你桌子上 就很闲置 我觉得 他这个可能也有这个问题 这是管理的考虑 也 可能是管理上的问题 我也不懂 咱不能随便评判 人家的行业标准 反正他就不给我 然后呢 满世界找那个能上菜的人 他过来 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服务行业 很多很新鲜的事 就是我们这个 今天无疑进入了一个完全服务类型的社会 比如你生活中大量 你没了服务人员 你就不行了 对吧 快递吧 叫餐吧 你吃 也这一年吃 出去吃饭的 你是少 我是很多的 经常的要去 大量的服务人员 还有就是各种 你比如专业的保洁吧 过去哪有保洁公司啊 过去单位都自个打扫卫生啊 嗯 你先上班第一件事 把屋子打扫干净了 一会领导说 这怎么今儿没人擦地啊 是吧 擦地啊 打扫卫生啊 打开水 都是自个干 今天全是专业的 你大一点的单位 你那水都是有人给你扛过来 直接搁到热水机上 对不对 你今天去的水都不成 但是有一点 我就会发现 所有人都会养成这样一个习惯 不是我的事 我就是不管 嗯 这工作和生活分的很轻吗 不是轻松 不是轻松 现在年轻人他这个 我们过去没这个概念 你比如单位 那如果在出版社一说说 样书来了 那很重啊 哗啦 男的都肯定主动都去 因为这是体力活嘛 几个儿啊 全给拎上来 那改革今天就是 拎书这事不归我 对 我自己觉得我好像是 那年轻人他们这做事 就比较考虑这事 短期内对我来说有没有作用 那如果这个事情短期内 对我有这个利益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个好工作 那所以他从这样的 他这个奖赏机制建立的比较直接 但是一旦这个事 是一个长期的 跟我们好像没有短期利益的关系 我就会觉得枯燥 我觉得乏味 所以我就会觉得很累 这是不是说理想是海阔天空 现实是无可奈何 就是我其实特别讨厌一句话 就是说这个什么年轻 也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说的 就是说这个人生不只有什么 眼前的苟且还有失于远方 就是把这个截然的对立起来 就好像我这攒够了钱 我要去大理 我要彻底的过这个失于远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特别糟糕的一句话 因为我觉得人生生活 失于远方也是苟且 眼前的苟且也是失于远方 这不是对立 要接受生活当中的琐碎 不能觉得这是难以忍受 这个我早就说了 游牧民族已经灭绝了 游牧就是说个别的游牧民族 它是适合远方导向的 这有个别的 你比如高晓松算一个 高晓松算一个是吧 适合远方导向 但是我觉得我是典型的工作导向 就是其实是这也没什么不对的 就是我觉得不但工作呀 决定了我的人生 比方说我当年到这个 从广州到香港工作 到凤凰威视工作 哎文道我今天想起来 我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朋友圈 都是到了凤凰工作之后 重新建立的 在此之前我的旧同事 一般没有来往了 旧同学旧同事没有来往了 那么就真的是因为 这个工作地点的迁移和变化呀 哎呦 而且我甚至那天 他们最近就是在纪念这个什么香港回归嘛 嗯 我想一想 我说啊 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工作逼着我呀 让我觉得这辈子过得没白活 嗯 为什么呢 如果凭着咱这个宅男自闭症的个人兴趣啊 什么世界大事啊 什么香港回归啊 911啊 伊拉克战争啊 我可能电视都不会打开看的 你知道吗 但是因为你不得不做了这么一份工作 所以我现在发现我的经验万人之中没有一个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几十年来所有国内外的大事 我无不亲自见证 甚至就在现场 比如说啊 国庆什么大阅兵或者什么的 任何所有的你能称得上来公共的大事 我都在现场 尽管那未必是我的爱好 可是后来想想 也真是有难得的一个际遇 要不要我全亲眼看见了 香港回归是吧 那个那个港督彭定康坐着小小小火轮 呼呼呼远去 这全看见了 你你其实这就是工作 所以你生活记忆 其实大部分都是工作记忆 但是我翻回头来这一转化 我就觉得这工作 这对我的生活太好了 给了我太多的 工作内容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今天的年轻不同啊 就像你刚才讲的 他可能半夜睡着觉 老板给你发个微信 然后你能不能明天早上上班之前 六点钟给我搞定 所以他的工作的时间啊 我觉得今天年轻人工作的时间 其实比以前可能更长 但绝对更零碎 那于是你当然会累 第二什么叫生活 我觉得我们现在常讲生活 生活这个词啊 是有点骗人的词 对不起啊 我的那个左派的毛病又发作了啊 就从我们左派的角度来看 今天的生活是市场经济里面 骗人最常用的两个词 所以所有的那些时尚杂志 都不叫时尚杂 叫什么生活方式 lifestyle 这个生活方式 你仔细的看 生活是什么 他们说的生活方式 媒体所定义的生活 主要是围绕消费 你 就是买东西 就是买东西 杀骗人 对你买东西嘛 我的生活是干嘛呢 我为什么要那么努力工作 是为了要有生活 我生活干嘛呢 就是买东西 买了东西之后 我钱花了那怎么办 我再努力工作 是这样的一个循环嘛 文道告 我说香港人有个段子 说香港人拜什么佛 连卡佛 对啊 就是拜连卡佛嘛 那你想想看 我工作的那么努力 我就是为了要有钱 有时间去shopping 或者各种各样的消费 旅行也是个消费 对不对 旅游是个很大的产业 吃喝是个产业 我所有生活中 被我们定义为生活范围的东西 几乎无一不是消费 对你想说起来可怜 辛辛苦苦打工 真是累的躺在床上 但是他满足的生活 是这个断手足啊 啪啪啪网购 呼呼呼呼 这是一个快乐 那你想想看 他这快乐中的后果 就是他买了好多东西 一辈子也没用过 一辈子都不会用 每个人都有 就比如买来的衣服 没穿过 买来的包也没拎过 买来的鞋也连包装 都没打开过 很多人都有这种经历 我指着你肯定就有 我保你你有买的东西 没用过的 甭说没用过 我现在就开始送人了 我送人 我觉得那是一种造孽 我觉得那是一种这个罪恶 就是说有东西 都有 你也有 你长期闲 你还一打开 我说我这怎么还有好几双鞋 都不知道呢 什么时候买的不知道 也不知道 而且我还说 我怎么品牌这么低 买这么一双鞋 就自个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看像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然后玩就算更便宜一点的消费 玩游戏 这也是要消费 玩网友也是要消费 但你想看他今天看一大堆我们的广告 对不起啊 这个看一大堆这个生活方式杂志告诉他 他脑子里面充满了一套 什么叫做好生活的定义 要好生活就是每年夏天要去趟马尔代夫 然后好生活就是要东京吃米兴 这叫好生活 每一辈子有医会就行 对吧 我怎么样有这个好生活 就是媒体啊 媒体给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 那他当然觉得生活工作不行 就是所有的这个时尚媒体 我们说的还是最高等级的时尚媒体的 任何一个人本身消费不起那本杂志 他从公众说的这件事 这是最好笑的事 他根本挣那点钱 他连一夜都翻不过去 他钱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很可笑 这还有一点 就是年轻人确实他再怎么打拼 他都买不起房 他都没办法实现那个完整而大的消费目标 但是他又必须获得这小的乐趣 就主要把钱 他只好用在这 对分离成这个小的消费 因为这大的确实是渴望不可行 而且有一个文道就是说 这个作家和艺术家说的工作 跟普通打工仔说的工作 那完全不一样了 那当然了 我说您喜欢画画吗 好 喜欢画画 每天画一百幅 从早上八点画到下班六点 朝九晚五 每天出一百幅 这您还能说 这工作是我热爱的生活吗 它不一样了 它是一种在背 怎么着 如果给钱多 超过我的预估 我就画了 就这事 现在很多画家就这样 原来我认识那画家 平时一年懒得画不了几张画 后来画值钱了 据说春节都加班 人家自我加班 那不是画画画 是画钱 不是说还有的画家 一排十张 叉叉叉叉叉 再从头叉叉叉叉叉 一切十张 所以他这个 这个就是 还是经济价值决定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实际上 你不可避免的受这些广告左右 据说全世界调查 全世界的调查数据中 中国人受广告左右的程度最大 就是广告的回报率 在中国是最高的 中国人他不动脑子 大家就冲过去了 我经常讲 对 你看广告也少 为什么他回报率没那么高 你说的这个还真是挺重要 就是我去纽约那个MOMA美术馆 开了回央昆 突然让我明白很多事 你比如说 今天我们说的户型 两房一厅 带卫生间 就这个户型 是当年美国人的概念 是 谁规定人类要这么住 必须这么住 两房一厅三房一厅 那怎么不是四合院呢 为什么现在全球化成为这么一个 这当年美国人定的模式 然后呢 你看这个MOMA美术馆里 非常有意思 里边有照片 就当年美国总统领着赫鲁晓夫 看 看 看资本主义的 大冰箱 大冰箱 这个大的那个开放式的那个厨房 所以我原来认识一个美国女孩 她就我就问她 我说 你的理想是什么 她就 她说我的理想就是 有一个那个开放式的那个大厨房 因为其实西餐是冷餐 对吧 她开放式大厨房 然后呢 有个爱冷的那种厨房 三个孩子两条狗 你看这个很有意思 我说她的这个美好生活的模式 最后我在MOMA美术馆看到了 就是当年美国像跟这个前苏联冷战的时候 你看她所谓推销这种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啊 就是你看跟赫鲁晓夫介绍就是叫大冰箱 然后呢 呃美国的那个生活杂志登出来的全都是表情幸福的家庭主妇 然后呢早上起来在那个开放式的那个厨房 像个柜台一样 给全家人准备早餐 阳光从那个花园里照进来 你看就是这个什么样的需要幸福的生活 是杂志上告诉你的 然后大家都觉得 哦对对对那是那样的生活 周末带着两条狗撒孩子 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去玩一玩 你看你是被植入的 是不是 这种美好生活的想象是被植入的 所以我刚才意思就是说 我们今天对于生活的想象啊 是是这样子的 结果变得变成怎么样呢 就变成说原来我们所谓的工作生活平衡 比如说呃前几十年的话 你的生活里面还包括什么 你有没有时间呃自己发发呆 或者说你觉得什么东西给我买 我就没钱 我逛逛琉璃厂我也高兴 我逛逛书店我也挺满足 或者说我就塞个步 或者怎么样 以生活的内容有很多 本来可以跟消费没有关系 我还是说今天呢 就是说竞争激烈啊 工作真的是忙了 像当年你看你们精力充沛 是因为你看几十年前 咱们这个国有单位不都是那种 一张报纸一杯茶 其实上班也是闲呆着 所以您才有过剩 你看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 报纸上经常教育年轻人就是说 如何处理经历过剩的问题 这个今天呢 对就是说你过剩的经历去干什么 但是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多年轻人跟我说 我有什么过剩的经历 今天还有一个就是手机大量的消耗你的时间 也有关系 这个太严重了 对我觉得每个人在手机上 我估计啊至少耽误两三个小时一天至少 可能还不止 还不止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 早上起来现在马桶上处理半个小时各种 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对对对 肯定的 现在医生已经提醒了 你们都要注意 就这个手机面上的这个大肠杆菌是最多的 医生这个就是那天是采访谁 周有光什么活一百多岁吗 不是说了一句话吗 说医生说的全对就是甭听 甭听谁才活一百多岁 这个都不是最重要 就是说在有就工作中 现在那个我觉得微信中呢 有个最大的好处 他可以办公 嗯 办公的你拉一个群 比如咱四个啊 假设要讨论下两期节目怎么办 他拉一个群 我可以不说话 听你们三人说 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所以就是大量的 时间都耗在这儿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说你只看着年轻人 好像工作时间 跟上一代工作时间是一样的 都是比如说八点九点到晚上六点七点 但是你没有算他在这个 在路程上的这个 这个所耗费的时间 比如说像现在他如果住在天通院 他得六七点 就开始这个准备起床 然后坐地铁 急急急急急 然后到哪一站就开始换车 又急急急急 九点钟到办公室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累了 你如果赶上这个下雨天 下雪天 那就就非常的 说是上班八小时 其实每天花交通也算是12小时 下班又是同样的时间 而且这个 这个不只是耗时的问题 你的那个屈辱感 对对对对 人选 那个确实是特别疯了 你这么说 我就完全理解了 我跟你说 甭管什么人 他要住在北京郊区 每天两个钟头挤车挤地铁挤的上了班 被老板斥骂一顿 然后这工作没什么成就感 晚上还得两小时才能回到家 我觉得真是没什么生活了 真的换谁也不行 那现在你又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说因为现在这种住房问题 过去都没有这个问题 对 买房又遥遥无期 过去很少有人穿城而去上下班 很少 我过去上班算远的路 就骑自行车大概40到50分钟吧 那就算非常远的了 现在哪就坐得很远 我们也那也有就是上班要走两个小时甚至更多 那文道你说这有药方吗 这现在这个 这就是说工作几乎透支了自己全部的生活 而且是这个跟工 甚至跟绩效无关的这种工作耗损 在路上的是银铁铁的时间 我觉得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吧 就你就看这个市场怎么走下去吧 因为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问题的出现 也就是这二三十年的事 所以为什么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面 全世界都很流行一个讲法 叫提早退休 尤其是高层人士 尤其是做投行的那些 提早能够赚一笔钱的人 以前是很少有人谈提早退休的 就在市场经济发展史上 像你讲美国梦 刚才你说那种中产梦的年代 当年的美国人是绝对是做到退休年纪 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每个人都想提早退休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觉得在工作期间 他那个所谓的工作生活是完全失衡 他就只有到了退休的时候才能放下生活的苟且 才到了诗歌和远方 他把它变成完全对立 如果还有力气的话 如果还有力气的话 他的生活都在退休之后发生 就好 就好 好